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 Budelstrap5的视频 不过在此之前 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Budelstrap中的页面的断点 Breaker points 是这样 Budelstrap 为什么它能够实现页面的响应 是就是因为它提供了页面的断点的设计 上一期我给您讲解的是媒体的查询 它就是基于媒体查询的技术 完成的断点的设计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了解Budelstrap5中的断点设计 以下是它的一个官网 咱们访问一下 在这个地方 它写出了Budelstrap5的断点的设计的 基本的实样 咱们看一下 我开一个clom 然后访问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Breaker points 这个地方 它提出了它的一些个核心的概念 对吧 说了这么多 然后下面给举了几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例子 我已经总结到了我的代码当中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请看 首先说一下 它断点设计的理由是什么 我给您总结了三个D 实现响应式的页面 对吧 根据你这个页面大小不同 你是手机 你是巨型的显示器 对吧 它会显示出来不同的效果 同时 根据媒体查询 它动态的变换使用的CSS样式单 另外 它可以提供移动优先 虽然是同样的逻辑 但是如果你是手机的话 它会为手机做更多的优化 对吧 都是可以实现 好 那咱们看一下 波多斯朗普中的断点 给咱们提供了哪几个 首先第一个 超小 超小是指的什么 大家请看 我给您总结出来 从0到576个像素 这个指的是您画面的宽度 如果您的画面宽度 属于0到576像素的时候 它认为您是超小屏 对吧 然后它这写了一个SM SM是什么意思 别多想 它是小型屏幕 它是只要您这个屏幕的宽度 大于等于576个像素 它认为你就是SM 就是你 好不好 接下来中型屏幕 MD 它给的式样式 如果您大于等于768个像素 您就是中型屏幕 类似于平板电脑 对吧 大型屏幕 它认为理解是 您的如果屏幕宽度 大于992 它认为是大型 一般大型会加上一个LG 在所有的样式当中 今后我会给您讲到 同样 超大屏幕 XL它设的是1200个像素 接下来超超大 XSL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个超超大 是Budelstra 5中独有的 您在4中看不到超超大 好不好 当然您可以自己 定制出一个超超大来 它是大于10400个像素 像您现在看到 我的显示器的大小 就应该是属于超超大 好不好 OK 然后我再给您看一下 它的这段代码逻辑 Budelstra 5中的这段代码逻辑 它的原代码的部分 是怎么实现的 为什么我给您讲原代码 因为今后咱们可能会定制它 好 我先从Budelstra 5上 给您找到这么一个 Wariable 这么一个SaaS文件 好不好 咱们试试啊 这是它的GitHub的Budelstra 5的原代码的地方 访问一下 好 在这个里面 咱们找到SaaS这个文件加 我看能不能把它最大化一点点 可以最大化啊 Ctrl加 然后咱们往下找啊 这个是Budelstra 5里面的SaaS文件加 咱们往下找 找到一个叫做Wariable的地方 这把它打开 今天咱们会看到 它这个关于Budelstra 5 它如何定制页面断点的地方 它原代码的位置 会写在什么地方 咱们找一下 Ctrl 大家请看 就这地方 叫做Great Breakpoint 在这个里面 在这个原代码当中 它定义了Budelstra 5 给咱们提供的 1 2 3 4 5 5种断点的设计 好不好 今后您比如说 我们公司用的更多的是iMac Pro 对吧 是这个桌面板 可能这个分辨率大于2500 这个地方呢 您还可以再写的更细一些 比如说您不加两个S 三个S 是吧 三个S L 对吧 您可能比如大于1920 给个 然后大于2400 再给一个 这个是根据您不同业务 进行设计 这样的话呢 Budelstra 5就能够响应 您的客户的超大屏幕 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地方可以设计出来 OK 我今天这期的课程内容呢 并没有给您编满 仅仅是给您讲解了一下 Budelstra 5中 它如何设计 页面断点的式样 那么呢 咱们在下一期 我呢 会给您运用这几个 不同的式样 比如说SM 对吧 比如说MD Large XL 包括超大屏幕 XSL的具体的使用的方式 今天这期是给您讲解了一下 Budelstra 5中 断点设计的概念 希望您呢 能够有所了解 如果想改代码的话 它原代码的出处 我已经给您标识出来 您可以去改 可以去参照 好不好 OK 以上呢 就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今天的课件呢 我会放到GitHub上去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 我的视频呢 都会放到YouTube上去 喜欢的朋友呢 希望您能订阅一下我YouTube的频道 然后呢 点赞并转发给您的朋友 好不好 拜托大家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